全世界最快被淹没的城市TOP10 你有没有曾经想过潜水 看看地球水下的秘密吗 事实证明 我们居住的许多地方 已经即将很快被淹没了 由于气候变迁 地球每天都在发生变化 其中一项变化就是上升的海平面 它威胁着世界上许多最大的城市 在今天的影片中 我们将探索那些即将消失的10个城市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朋友 欢迎点击订阅和开启小铃铛 这个频道将介绍各种令人兴奋的主题 无需再多言 现在让我们一起探索 这10个即将被淹没的城市 第十名 纽约 纽约被誉为全球的世界之都 它实在是人人向往的地方 无论你来自哪个角落 都会被这个城市的繁忙和吸壤所吸引 纽约拥有独特的氛围 每个人都应该至少亲自体验一次 尽管纽约大多数地区都高楼林立 但它实际上建在一个岛上 一个非常狭长的岛屿上 这也就意味着 当海平面上升时 它将从四面八方上升 同时影响所有地区 有专家预测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 海平面将上升约5英寸 虽然这可能听起来不是非常多 但对于纽约等城市来说 影响却相当大 简单来说 这将导致曼哈顿的部分区域 和拉瓜迪亚机场部分淹没在水中 你觉得地铁现在已经够糟糕了吗 你能想象你将需要在浮动的垃圾中 游到地铁站搭乘列车吗 这真是太可怕了 但谁知道呢 也许他们会把机场改成码头 地铁成为一条潜水道呢 纽约不可能消失 对吧 我们也只能拭目以待了 第九名 迈阿密 迈阿密是世界上文化多元的地方之一 但这个可爱的城市 未来可能会面临巨大变故 甚至可能会完全消失 因为它面临着极高的海平面风险 专家们相信 这个城市无法倖免于气候变化的影响 是的 即便是格雷塔 桑伯格 环保活动家 也无法拯救迈阿密 根据环境作家杰夫 古德尔的说法 海平面将首先淹没所有的海滩 然后不久后淹没一切 再加上一个事实 几乎每一个袭击美国的飓风 都像是跟迈阿密有仇一样 水位实际上升得比任何人预期的都要快 正因为这些因素综合起来 我们可能最早在21世纪中期 就要对这个城市说再见了 所以 如果你真的想看看迈阿密的文化 夜生活和海滩 最好赶快去 如果等太久 也许你只能穿潜水衣 欣赏这一切了 第八名 斐济 斐济水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 瓶装水品牌之一 它应该是一种特别的水 来自于偏远的斐济群岛上受保护的阿特萨泉 其中的矿物质如此独特 以至于 这可能是你喝过的最顺滑 最甜美的水 这也使它相当昂贵 然而 再过几年 这个品牌的名字 可能会从斐济水变成斐济之水 因为整个岛国在未来几十年内有望消失 完全被水淹没 事实上 仅在2050年 那里的水位可能比现在高出约20英寸 这不仅是因为海平面上升 斐济还必须应对大量的飓风 快速侵蚀和洪水 这些都是长期以来的历史问题 单单是洪水 就是如此重大的问题 据当地人说 自1993年以来 它们就已经失去了约20米的海岸线 而那还是在气候变化成今天这样之前 情况也许会加剧恶化 如果全球海平面上升等等情况 继续持续下去 那美丽的斐济岛 可能最终只会变成瓶装水包装上的一张库存照片 并在我们眼前完全消失 第七名 檀香山 每个去过夏威夷的人都会说 整个岛屿看起来就像一幅艺术品 但令人难过的是 由于气候变化 你可能真的只能安慰自己 欣赏一些关于夏威夷的老照片 这是因为专家们研究了海平面上升的速度 他们认为 檀香山在未来几年 可能会面临数英尺的海平面上升 最终可能完全消失 这意味着 即使是两英尺的海水 也会使海平面比大多数小孩还高 由于人类在改变自己的行为方面 是如此无能为力 最终 檀香山可能会成为一个传奇之地 只是不复存在的地方 或许未来 我们只能透过古老的照片 来探访这个曾经的夏威夷天堂 第六名 威尼斯 威尼斯一直以来 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 许多街道已经被海水淹没 人们需要坐在平底船上前行 但最终 这或许会成为整个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 过去几年 威尼斯曾多次遭受风暴袭击 几乎每次都伴随着严重的水灾 由于威尼斯的地基 实际上是一堆树干 一直以来都存在着 它可能会最终开始下沉的风险 但没有人真正预料到 事情进展得如此之快 事实证明 这座城市每年下沉约0.08英寸 再加上频繁的毁灭性洪水 海平面上升的影响因素倍增 如果你认为这还不够糟糕 那我如果告诉你 威尼斯不仅在下沉 还在清闲 是的 你莫听错 这个城市正在每年缓慢地朝东清闲 由于这个原因 低洼地区的洪水发生率 已经比城市的西部高出惊人的频率 这可能导致未来几年的主要人口迁徙 不过 他们确实有一个计划来缓解这些问题 一个耗资65亿美元的计划 用以建造水下海闸 可以应对上升的海平面和突发洪水 然而 尽管这个大型项目已经进行多年 离完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且 即使花费了65亿美元 也莫人真正知道 威尼斯是否在这之后 真的会安全无余 如果这个计划失败 就像大多数政府计划倾向于失败一样 很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 整个城市都将被海水淹没 或许不久的将来 我们只能透过照片 来欣赏这座曾经的威尼斯美景 第五名 西雅图 西雅图被认为是美国最宜具的城市之一 这座城市拥有繁华的市中心 生意蓬勃 四周环绕着郁郁葱葱的绿地 有点像是城市和森林的完美结合 也许你会对它出现在我们的名单上感到惊讶 因为它距离最近的海岸线几乎有100英里 再加上西雅图拥有相当不错的排水系统 经常处理大量降雨 你不会真的指望这样的城市会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威胁 相反 海水和污水系统非常成功 似乎是忍者归在纽约淹没后的完美搬迁地点 但所有这些都无法抵御气候变化的摧残 研究降雨和海平面的科学家发现 在未来30年内 海平面可能上升到 让城市每隔一天都会被浪潮淹没的程度 由于潮汐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无法阻止 所以西雅图的人们可能不得不接受一些冲浪训练 第四名 亚历山卓 通常埃及以无垠的沙漠而闻名 当我们谈论即将沉入海底的地方时 它可能不是你首先想到的地方 但不幸的是 亚历山卓却是其中之一 这个沿海城市被地中海包围 三面环海 它还有一个湖泊穿过 因此 洪水一直是一个持续威胁 该地区曾多次发生严重风暴 导致大规模洪水和广泛破坏 不幸的是 风暴并不是亚历山卓的唯一威胁 海平面也是如此 自2012年以来 海平面每年上升3.2毫米 且随着气候变化的加速 预计上升速度将更快 对于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来说 这只是一系列坏消息 亚历山卓的低洼地区的居民 已经开始面临气候变化加剧的一些后果 家园被淹没 因此 许多社区不得不永久封闭 人们被重新安置到公寓大楼中 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 拯救这座正在下沉的城市 也许它几十年后 甚至不会存在 第三名 马尔蒂夫 当你想到水晶般蔚蓝的海水 和最奢华的度假圣地时 马尔蒂夫无疑是每个人心中的首选 对吧 这些岛屿看起来 就像是电影中的特效场景一样 难以置信的是 污染竟然没有触及这个地方 但这种美景可能不会再持续太久 甚至有可能不再存在 大多数国家都有不同海拔高度的城市 人们可以搬迁并在那里生存 但在马尔蒂夫 根本没有更高的地方可以避难 平均而言 大多数土地高度只有大约一米 因此 每当周围海平面上升一毫米 马尔蒂夫就受到重创 困扰大多数岛屿的海平面上升 正在侵蚀它们的面积 以至于它们不得不建造一条额外的混凝土防波堤 以防止土壤进一步消散 目前 马尔蒂夫的几乎所有岛屿都已经面临大规模洪水 根据专家的说法 它们的时间不多了 到2050年 马尔蒂夫的一个重要部分将被淹没 而到本世季末 它将不再存在 第二名 新阿尔良 新阿尔良可以说是美国文化最丰富的城市之一 这里有历史遗迹 惊人的酒吧 拥挤的街道上 处处都是事情要做和风景要看 但可悲的是 所有这一切都有可能被抹去 气候变迁正在席卷全球 新阿尔良也无法倖免 自然界已经给了我们一个预览 当卡特里那飓风袭击该世 并将其完全摧毁时 未来可能是什么样子 但这可能 不会是我们看到大自然夺走城市的最后一次 对新阿尔良来说 情况正在逐渐恶化 三角洲河流使新阿尔良的许多地区 面临全年大规模洪水的重大风险 再加上这个城市 每年以约两英寸的速度持续下沉 也许只需要一次更强烈的飓风 就能严重摧毁城市的剩余部分 而气候变迁将处理其余的部分 第一名 雅加达 印尼是地球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 你能想象 网络上没有所谓那些 我在我的年假期间 去了巴厘岛的视频吗 如果气候变迁 按照当前的速度继续进展 这种噩梦可能会变成现实 如果我们特别看看雅加达 可以发现在过去的十年里 北部已经失去了约2.5米的土地 到爪哇海 而那是在气候变迁 变得像今天这样严重之前发生的事 该市有13条不同的河流流经 这本来就是太多的水 而这些河流已经导致土地损失 再加上该地区受到的 极快的地下水提取 情况变得更糟 现在 几乎该市的一半被淹没了 简而言之 它已经低于海平面 因此 随着水位上升 即使只有几英寸 这将对该市的大部分地区 造成重大损害 情况如此糟糕 以至于该国政府正在考虑 将首都迁移到另一个城市 谈到政府对你的放弃 你无法完全怪罪他们 雅加达是世界上 呈现最快的城市 所以 政府在这一点上 甚至什么都不能做 这使得整个情况变得更加令人沮丧 雅加达是世界上真的没有对抗气候变迁的机会的地方之一 除非出现奇迹 否则 它将输掉对抗海平面上升的战斗 看完这些即将完全消失在水下的地方 Top 10 你会趁消失前赶去哪个看一看呢 欢迎留言 让我知道 并且 并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这样 你就不会错过 未来更多精彩的内容 期待与你们在留言区互动 谢谢观看